台東的原住民文化相當的豐富美麗 為了讓更多人能夠欣賞到 台東市公所特別舉辦105年的 台東縣悲南族傳統儀式的系列活動 其中悲南族的普悠瑪部落凱旋儀式 則是在台東市的悲南文化公園盛大舉行了 活動當天包括了立委劉兆豪 還有台東市長張國洲都前來參加 也吸引了不少國內外遊客共襄盛舉 悲南族普悠瑪部落一年一度的祭典 現場氣氛在原住民歌謠的開場下 在悲南文化公園盛大舉行 這個祭典可說是悲南族的過年 經過三天的狩獵祭典 族人為了迎接勇士們的歸來 特地舉行了鎧炫儀式 勇士們在部落婦女的裝扮 以及長老的祈福歌謠中進行儀式 祭典現場盛曠空前 立委劉兆豪 陳寅與台東市長張國洲也前來祝賀 並且與竹人一同享用原住民美食 覺得怎麼樣 很好 這種家族氣氛很濃厚的 這樣的一年一度的聚餐 所以我非常期待的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相聚在一起 在那邊吃更別有風味 新年快樂 疑似結束的部落參宴 凝聚悲南族人的團結 台東的原住民文化森聚特赦 吸引不少民眾特地前來觀賞 因為我還滿喜歡原住民歌曲 跟一些活動內容的進行方式 所以我就對這個還滿喜歡的 所以每次回來都對 就是如果看到或是在唱歌 在跳舞的時候就很開心 那為什麼會接觸到這個 就是喔 我大學的時候 修一堂課 然後是原住民的 執行師 化教育 然後老師就問說 喔 能後的同學 要一起來聖課嗎 然後我就說好 就第一次也不知道 然後想說那還要聖課 就非常喜歡這個 對 後來第一次來之後 就後來就覺得還滿喜歡的 後來就覺得很喜歡的 元旦假期不妨來到台東走走 除了自然美景之外 還可以參與原住民祭典 感受到濃郁的原住民文化 記者許智英 台東市報導